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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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更大的耐力去冲破前五百遍的难关 继续读诵词经 坚持 坚持 再坚持 在半年读无量寿经修学过程中 墨学采用读经为主 听经为辅的学习方式 墨学在过了五百步这一关之后 明显感觉身心自在 清静 2016年5月份一个月时间里读诵了196部经 墨学加入了无量寿经某供修群后6月份读了268部经 一个月增加了72部 供修力量不可思议 自从墨学经尽读经后 母亲心情变得特别好 身体也比之前好了 头也不晕了 母女关系融洽 之前母亲经常埋怨未学 看望她的次数少 记得当墨学读经过五百步后 先生就不再让未学帮她烧肉了 当未学读经超过1200步时 先生支持墨学修学 不要未学做早饭浪费时间了 吃点先买个饼就可以了 上周末 之前一直不肯读《无量寿经》的儿子 也突然开始愿意读诵《无量寿经》第六品了 现在一天读三到四遍呢 现在未学对这部《经浦》第一经信心百倍 纵使身只需苦重 如是愿心永不退 涉入大火 不应以悔 常念不觉 则得道解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绝不再换题目 就一直读 读 读 读下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您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 有什么感想可以下方留言 更欢迎您转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温度不得不和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第4个字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